大家好,我是東英走強的鮑伯 2020年星巴克在全球超過3萬家的墳店 日本也超過1500家 在這1500家的星巴克當中 有幾家不但有幾家的地理位置 本身的建築絕對可以成為當地的地標 鮑伯這次就來介紹以星巴克為中心 包含店鋪周邊的景點介紹吧 神戶北野藝人館星巴克 是很多人在金板神旅遊的閉坊景點之一 大家來看看這一間位於超過百年陽館的星巴克 到底有什麼特色吧 神戶是關西的一個超過150萬人的海港都市 融合的傳統以及摩登 1868年 神戶成為日本最早開放對外通商的一個城市 在1899年前吸引了很多外國人搬來神戶居住 有很多就落腳於北野藝人館這一帶 也就是我們這次所介紹的星巴克的所在地 北野物語館是西元1907年 所完工的兩層樓的木造住宅 當初是居住當地的美國人所擁有的 被指定為登陸有型文化財 可惜於1995年板神大地震中損毀 在2001年重建完成 2009年由星巴克城珠紅運營 咖啡店內裝利用當初的休息室 餐廳 客房的格局擺放家具 並沒有把牆壁拆掉 裝潢成一般星巴克的開放式空間 時間允許的話大家可以從 一樓到二樓的每間房間都坐一下 體驗一下一百多年前屋主 是怎麼樣度過洋館中的悠閒時光 北野藝人館星巴克就是星巴克中的名店 深受觀光客以及當地人的喜歡 想要跟鮑勃一樣避開人潮的方式 就是一開門或關店以前拜訪 這裡白天跟晚上各有不同的感覺 如果你的關西友有安排一天坐在神戶的話 那可以第一天晚上先來喝杯咖啡 然後第二天早上開始行程的時候 來這邊喝杯飲料吃個早餐 這家星巴克的地理位置真的不錯 所以去哪裡都方便 如果說距離最近的大景點 就是北野藝人館 藝人館是指在幕府末年 到明治時代外國人所居住的住宅 藝人就是異國之人 主要是以歐美人為主 大家可以在北野藝人館這一帶 挑選有興趣的建築進去參觀 外觀有著厚重煉網的封建機館 是北野藝人館的代表建築 因為NHK的電視劇封建機而名氣大造 建於1904年 於1978年被列為日本的重要文化財 蒙黃之館曾經是美國領事亨特夏普的住宅 建立於1903年 在1980年被列為日本的重要文化財 北野天滿神社可以看到神戶加上藝人館的城市風貌 境內也有一些兩三百年歷史的文化財 另外推薦一家超有名的咖啡店叫做Cafe Flow in the Lip 開在1929年所建的舊神戶聯合教會內 也是有型文化財 因為原本是教會 整間店的天花板非常挑高 位置間隔很大很寬敞 非常的舒適 疊分分量滿點的三明治 邊吃邊欣賞咖啡店的建築設計吧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為甚麼